大家好 我是豬 今天影片我就做個及時的update 幾樣重要的東西 第一 美國債務的回報率 由0.5%升了3倍到1.4% 這個對股票市場和尤其是科技股有什麼影響 第二 大家可能聽過 Yield Steepening這件事 究竟它是什麼來的呢 以及對什麼行業有幫助 第三 市場現在price in 通脹會去到2.3% 是8年最高 第四 為什麼科技股跌 但是市場就不太動 究竟什麼股票或者行業在升呢 第五 很多商品除了黃金之外 這幾個月都升了很多 有些還創造8年新高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以及接下來會怎樣 這條影片我就會講以上的5樣東西 以及它們對市場的影響 以及如果真的塌市的話 有一方面我是很擔心的 就是ARK ETF 以及它拿著的股票 為什麼我這麼擔心呢 這個我是Patreon解釋 那條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你可以給個like我 因為為了拍這條影片 阿豬今晚都還沒吃飯 以及今天用了一個新的麥克風 希望大家可以給一些意見 那個收音和之前怎麼比 冷音的方便就改變不了了 接著就是disclaimer 這條影片只是給教育和討論用途 沒有投資意見 沒有推介大家做任何投資買賣 做任何投資都有風險 要自己研究和承擔 OK可以開始了 首先講美國國債的Yield 回報率先 因為所有東西都要從那裡來 那美國的10年債券 它的Yield 由去年7月0.5% 升到現在差不多1.4% 同樣30年國債的回報率 都升了很多 由去年1.2% 現在去到2.2% 但是短期債務的Yield 就沒有變過 都是在0.1%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美國的長期債的Yield 回報率在那裡升呢 Yield是怎樣計算出來的呢 就是利息除比債券的價錢 所謂Yield升其實是因為債券的價跌著 換句話 那些投資者在沽10年和30年 這類型的long term bonds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呢 拜登新了1.9trillion stimulus plan有關 因為政府用那麼多錢用來刺激經濟 就自然會建造一個biproduct出來 就是通脹了 你幻想自己是一個美國債務的投資者 本身一張10年債券 只是給你0.5%Yield 但是接著拜登上了任 然後democrat又贏了senate 現在就推動一些超級大的fiscal stimulus 來刺激經濟 雖然這些計劃可以刺激到經濟 但是也有個副效果 就是會創造通脹和令到美元貶值 那身為一個外國的美國債務投資者 你看到美元將會貶值和通脹將會升 那還值不值得拿些每年給你0.5%回報的美金 美國政府債券呢 當然會變成沒那麼吸引 所以他們就開始放這些bunds 令到10年債券 30年債券的價跌 或者反過來看 令到Yield升 但是為什麼short term bond 兩年債券的Yield又不動呢 因為Fed美國中央銀行 是可以控制到short term interest rate 例如用QE那些就可以壓低短期的債務回報率 而他們這樣做是想令到借錢便宜一些 用來刺激經濟 這就是中央銀行經常做的QE 那解釋了為什麼Yield在升之後 為什麼會令到科技股下跌呢 其實不止科技股的 所有growth stocks都會受到影響 因為他們對long term interest rate是敏感一點 就是當長期的利息升的時候 那些增長和科技股票就通常會跌 原因有幾個 第一 很多這些科技股都未賺錢 有一部分還要是在銷錢 那些錢哪裡來的呢 就是借回來 如果利息升的話 那不止他們要銷錢for their operation 他們還要銷多些錢用來還的interest 第二 當計一間公司的價值的時候 分析師會用一個叫DCF的model Discounted cash flow model 它的原理就是 將每一年的cash flow加在一起 用來計一間公司的價值 例如今年一間公司可以generate到多少cash flow 下年有多少 但要打一個折給他用來計算的present value 然後再加下年和四年後五年後等等 但每年都要計算present value 如果大家記得怎樣計算present value 就是cash flow除回利息 所以如果利息越高的話 present value就越低 令到計算出來股票的價值越低了 第三個原因科技股跌 第二 因為全球現在都開始vaccination program 以色列就最快手 差不多一半人口已經打了針 而效果見到都很好 大家估計不會很久之後 這些地方都會open up 而去年股票市場炒得最厲害的 就是work at home的theme 例如zoom,fiverr,upwork 這些所有都是benefit了from疫情 但是如果economy reopen 那些人可以出回去 可以旅遊 那那個theme又不同了 所以這段時間炒起的那些是 酒店、airlines、郵輪 即是這一年大家都用不到的東西 終於mass produce到vaccine 令到theme現在就轉去那裡 那買這些股票的錢要從別處來的嘛 而他們就在科技股那裡rotate過去 尤其是這些科技股上年升得那麼多 大家都知道很多是overpriced的了 還有大家都明白 如果那個利息繼續加的話 對他們的valuation都會有負面的影響 因為以上的三個原因 科技股這個禮拜都很弱 會維持多久呢 那就要看yield是否繼續升了 如果它維持升和vaccine就是很有效 令到那些人可以再出來去旅行 生活去回以前那樣 那我也挺肯定 今年科技股的performance 不會好像去年那麼厲害 其實不單止它的performance 不會好像去年那麼好 其實我還有一個更加嚴重的擔心 是關於ARK ETF 和它持有的科技股 但這個我就留在patreon解釋 第二部分就解釋什麼是steepening 那大家可能有聽過 yield steepening 其實那個steepness的斜度 是講長和短期債的interest rate的分別 例如剛才講過 短期債兩年那些 現在的利息都是0.1% 但是10年的已經去到1.4% 所以分別between10年和2年 就是1.4-0.1 即是1.3 這個就是那個steepness的斜度 那什麼是steepening呢 為什麼說到它越來越斜呢 因為不是很久之前 那個10年回報率還是1% 所以它和2年的差價只是0.9% 換句話幾個月前 這個斜度是沒有那麼斜的 現在就越來越斜 那麼抽象的東西關我們什麼事呢 不如阿朱直接些 告訴大家對什麼股票有好處 Yield steepening 對什麼行業有好處呢 金融機構 例如銀行 銀行怎麼賺錢呢 首先它要儲些錢回來 叫散戶擠些錢到銀行那裡 然後就給它一個利息 它給哪個利息呢 就是一個短期的利息 然後銀行就會把它儲回來的錢借出去 例如一個mortgage 而mortgage是charge一個長期的利息 所以銀行賺的錢 其實就是長期和短期利息的差別 如果那個差別越大的話 就是Yield curve越斜 銀行和很多金融機構都會賺得多些錢 例如這個Vanguard的Financial ETF 持有很多大的金融機構 例如JPMorgan Wales Fargo City BlackRock MS等等 它只是今個月都升了10% 講完Yield steepening 第三部分講通脹 之前提過其中一個擔憂 令到投資者放美國債務 是因為擔心通脹會侵蝕債券的回報 現時的市場已經price in 通脹會去到2.3% 這個是百年來最高的位置 其實很多商品在這六個月 價錢已經升了很多 例如Copper半年升了40% Soil bean 黃豆升了50% 豬肉也是 木也是 油 白金 鐵 這些所有都升了幾成 還要現在是在幾年的高位 或者簡單點可以看DBC 這個ETF 它就拿著很多商品的期貨 包括油、金、銅、粟米、糖、麥和鋁 它的走勢上年3月跌完之後 現在已經recover了 去到更高於2019年的位置 所以其實通脹已經在 但可能暫時還在raw material上流的東西 如果繼續持續的話就會流到下流 由貴的黃豆去到貴的豆漿 由貴的豬去到貴的叉燒包 那如果通脹即是很厲害的話 會怎樣呢 中央銀行就會增加利息 用來控制通脹 現在美國Fedual Reserve的 interest rate 還是0.25% 差不多是最低的了 如果通脹開始pick up的話 去到3或者以上 他們就會要提高 interest rate 和減走市場的liquidity 即QE的相反 那同樣它對股票的影響 都會是QE的相反 QE令到股票升 但是當你拿走QE 拿走liquidity的時候 股票就會跌了 那這裡就是一個快的update給大家 on這個禮拜最重要的東西 最多人說的東西 市場跟著怎樣呢 我就會留意著美國債務的10年yield 看是不是還是繼續升 因為這個rotation 即是由科技股rotate去Cyclical Value股票 這個rotation都說了幾個月 很多時候rotate一個禮拜 跟著又停 然後又回到科技股 今次的rotation大概發生了3天 給它多幾億的時間 看看是不是又回到科技股 還是繼續買這些Cyclical的股票呢 例如銀行 material commodities 或者consumer的travel 如果這個rotation真的繼續的話 越來越多資金 由科技股票rotate走的話 那我就有少少擔心 會造成一個骨牌效應 尤其是ARK ETF拿著的東西 如果有興趣聽的話 就來GPatreon 如果還未給like的話 再給一個like才走 今天就這樣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